教育部长马智里前天出席一项论坛的时候就宣布 从明年开始将会全面落实白鞋换黑鞋的政策 那这项宣布除了引起商家和家长两极化的反应之外 网上也掀起了一片热烈讨论 有的商家认为这项政策来得太突然了 令他们措手不及 担心无法在今年内清完所有的存货 而有部分的家长则认为 必须要花多另外一笔钱去买黑啸鞋 对他们就造成了困扰 针对这些言论 马智里今天就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好让大家有时间可以适应这项新政策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因为白鞋换黑鞋政策引起渲染大波 教育部长马智里今天宣布 原本在明年落实的黑啸鞋政策将会有一年的缓冲期 因此家长们依旧可以让孩子穿白啸鞋上课 与此同时缓冲期也能够让商家利用一年的时间 消化市场上的白鞋存货 霹雷苏丹纳兹林殿下昨天在一场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马来人应该要改变思维 以面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体制上的改变 否则就会像恐龙一样灭绝 另外殿下也指出 在509大学之后 马来人必须接受改革 以应对新的政治局势 这样才不会在工业4.0 以及人工智能时代被淘汰 前反堂会主席祖基菲里 辞去主席职务之后去向如何 有消息指出 祖基菲里已经加入前首相纳吉代表律师 沙菲仪的律师楼服务 以协助锁回警方从纳吉资底 以及儿女公寓充公的 一亿1670万令吉资产